身体多处疼痛案例 肺大泡等 未斗盐半糜烂 其会咽囊种检查报告 经服用西药、中药以及手术后 症状未能改善 在2020年5月 从同乡口中得知原始点工艺中心 能调理各种疾病 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前往中心调理 来中心调理时 身体的症状如下 长期失眠 头、颈、肩、背、腰部经常疼痛 咽喉不适 前胸肺部两侧和腹部肚脐周围疼痛 除此之外 胃部时常不适 善气术后疤痕 四肢各关节以及神经性游走性不定时的疼痛 原始点调理细节 一、按推 每天由义工全身按推一次 二、外热源 每天用红豆袋温敷 温敷时间八小时以上 三、内热源 先用干浆片50克 调理至第15天时 干浆片增加至70克 加一扎红神须 四、运动 每天坚持运动 爬楼梯三次 每次爬50层左右 并按义工指导做一些其他运动 五、饮食 坚持温热性饮食 六、保持心情愉快 积极乐观 七、少接触寒凉 注重毛暖 出汗后 勤换干爽衣服 原始点调理10天后 睡眠质量明显改善 是两年以来 睡得最好的一晚 调理15天后 许多症状 比如 头、颈、肩、后背疼痛 咽喉不适感 前胸、肺部疼痛 胃部不适感 腹部、肚脐周围疼痛 都改善了约8成 调理一个月后 睡眠已恢复正常 头、颈、肩、背、肺、胃等部位疼痛 已完全消失 四肢疼痛 亦改善8成以上 感恩张医师发明了原始点 感恩义工的细心帮助 鼓励及付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